在伊斯兰教育当中鼓励信徒在斋戒月应该多多行善不失 吉隆坡慈濟国际学校里有一位穆斯林的同仁名叫沙鲁尔 他在校方为贫护发放的活动当中把握机会 透过实际行动落实斋月功修 开斋节前夕吉隆坡慈濟国际学校结合社区志工力量 分发蔬菜给附近贫护 将蔬菜分成等份再亲自送到府上 善的效应在校园蔓延 总务同仁沙鲁尔虽然正值摘戒期间 却自愿请假当一日志工投入付出 每一场发放品食直接重点尊重以及食物为原则 志工现场得知还有其他住户因为疫情陷入困境 立即前往关心 爱可以跨越宗教与种族 首次参与此季发放的沙鲁尔感触良多 川流各界爱心 疫情下需要更多人共体时间 邻里发挥富助精神 让社区充满温情 麦袋李文杰吉隆坡报导